今天要跟大家介绍郭老师最喜欢的KK音标母音符号 就是这个 而你可能会说 上次不是已经有一个最喜欢的吗 怎么又多了一个最喜欢的 上次那个是子音 今天这个是母音 这是郭老师最喜欢的KK音标的母音符号 因为它长得很像一只蝴蝶 不觉得它很有艺术感吗 那它要怎么念呢 嘴巴张开 那这个跟它非常接近的是 那你可能会说 老师我好像觉得你两个都念一样 没有错 两个声音都一样 只是一个嘴巴张大 一个嘴巴没有张大 再听一次 所以差别是你的嘴巴也没有张大 如果你嘴巴有张大 你念的是这个 如果你的嘴巴没有张开 是念这个 在自然发音里面 A通常它的KK音标 就是这个 嘴巴张大的 A 那如果是看到E的话 会念嘴巴比较不张开的 A 例如说 你的脚 Leg Leg 是这一首 LAC LAC